近日,一位美籍华人带着几十位外国友人游览天津,并特别来到了武清区的一家福利机构。 他们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名为寻根之旅的活动中,我们见到了几十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和他们从中国领养的孩子。 当这些孩子再次踏上孕育他们的土地时,眼神中充满了喜悦。 眼前的这位中年人就是此次活动的发起人,美籍华人杨英瑞。 从武清区民政局局长李俊华那里,我们了解到了杨英瑞此行的另一个目的。 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是美国慈亲基金会的杨英瑞先生和武清区民政局合资兴办的这么个福利企业。 像今天来的都是美国的愿意领养孩子的家庭,这样通过杨英瑞先生把他们带到这来,认为理想的愿意领养的就办理了授续领养走了。 李居长口中的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就坐落在天津武清区。 要说起杨英瑞在天津创办儿童福利院的念头,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 美国慈亲基金会就是在我从天津领养了一个女儿以后,我领养女儿的时候是在1993年,过了几年以后我就有这个心愿,想成立一个儿童福利院在中国。 有了想法,还得有行动,更重要的是得有运作一家福利机构的资金。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美国读书打拼的杨英瑞,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1969年已经在美国念大学,然后呢,我开始是念社会工作的,后来念完社会工作了,反而去做生意,很奇妙的。 但是幸亏我做生意赚了钱,我就更有机会赚我钱,来投资,来做这个社会工作。 经过多方努力和协商,2003年10月,这家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儿童福利院终于正式投入服务,成为国内唯一一家中外合资兴建的福利机构。 这个儿童福利院,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个孩子,都是这个有特别需要的,有残疾的孤儿。 我们的心愿就是想给他们做这个康复的工作,让他们的身体这方面要进步,就希望将来有家庭愿意领养他们。 出于对女儿的爱,杨英锐萌生了这一想法,而他的举动也让更多孤残儿童在这里得到了新鲜的照料。 经过康复,许多孩子的身体状况渐渐改善,他们的命运和未来也得到了改变。 我们已经有28个孩子被领养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包括国内,这个我们觉得很开心。 杨英锐告诉记者,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微不足道,但正因为有了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在奉献爱心,更多的孩子才找到希望。 谢谢大家。